在这个动荡的体育圈里 变化总是快地让人猝不及防 从蒙比利哀比赛到现在 国拼的成绩让人有些失望 虽然林诗栋和前天一闯入四墙 但最终却未能夺冠 显然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一次不小的打击 日本队在这场比赛中大放一彩 特别是大藤沙月和张本美和的夺冠 让人不禁感叹 竞争的激烈程度远超往常 国拼的对手们正在迎头赶上 国拼的小姜们虽年轻 但在每一次的比赛中都展现出斗志和信心 正如古人所言 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 这些挫折也许正是他们成长的催化剂 未来的比赛中 他们需要在失败中吸取教训 相信只要坚持不懈 就能迎来更好的局面 紧接着 国拼面临的赛程异常紧密 几乎是一个接着一个的挑战 从WTT常规挑战赛 到即将举行的法兰克福冠军赛 球员们的体能和精神状态都在经受考验 尤其是林诗栋 这位拼命三郎在众多赛事中都表现强眼 仿佛永远充满干劲 但竞争虽紧张 却也带出了他们的顽强和毅力 在即将到来的德国冠军赛上 国拼的阵容虽然依旧强大 但孙颖沙的缺席显露出体能上的压力 毕竟在高强度的竞争中 适度的休息同样重要 相信这调整过后 他一定能重回巅峰 展现他的最佳状态 当然 国拼在福冈总决赛 必定背负着荣誉的期待 核心队员齐聚 全力以赴争取金牌 将是他们共同的目标 年末的成都混合团体世界杯 同样不容忽视 这对于整个团队来说 都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最终 这些赛事将如何重新塑造 国拼的荣誉与荣耀 尤其是在新的奥运周期 即将展开之前 值得大家期待与思考 此刻 与其惋惜过去的结果 何不展望未来的潜力 每一次的魔力 都是增强实力的契机 球员们用自己的努力和坚持 去堵住伤痛的空隙 努力去追寻更远大的目标 梦想的实现 始终需要坚定的信念 和不断的付出 正如一句老话所说 千里之行 始于足下 无论经历怎样的挑战 只要相信 未来就会更加光明 因此 国拼的挑战与机遇并存 我们不妨问问自己 在追梦路上 我们是否也应该像小江们那样 勇敢面对失败 永不放弃 去年福岗总决赛男女单 打前16名的运动员 分别在不同的地方拍摄了集体形象照 今年不同的是所有运动员在同一个地方拍摄的 国拼的运动员的穿着是非常低调的 部分主力运动员都是一身李宁运动服 相比之下 欧洲的女运动员穿着非常优美 细高跟小短裙 福岡世拼赛的硝烟散尽 尘埃落定 但一张看似寻常的团体大合影 却在网络上掀起了阵阵涟漪 像一颗小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 激起层层涟漪 这可不是一张简单的咔嚓流念照 它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赛场内外 那些不为人知的微妙故事 简直就是大型吃瓜现场 照片里 运动员们席地而坐 日式榻榻米为背景 别有一番风味 但这接地气的滑风 也让一些小细节被无限放大 比如几位男队员醒目的白袜子 就成了网友们调侃的焦点 这袜子是认真的吗 莫非是赞助商的硬性要求 诸如此类的评论层出不穷 为这张严肃的合影增添了几分喜感 看来以后的国际赛事 造型团队可得好好琢磨一番了 毕竟细节决定成败吗 在福岗总决赛上 一张超有爱的大合照出炉 那可真是赚足了大家的眼球 合照里都是咱熟悉又喜爱的国平小江们 其中孙颖沙站在C位那气场 杠杠的 王楚清 姿势那叫一个妖娆 简直是合照里的显眼包 还有王曼玉一脸害羞的模样 萌翻了 咱先来说说这福岗总决赛 这可是国际拼弹的一场受贿 世界各地的顶尖乒乓球选手都汇聚于此 那场面就像是武林高手华山论剑一样 这比赛对于每个选手来说那都是梦想的舞台 是他们证明自己实力的地方 每次总决赛都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大家都拼尽了全力 就为了那至高无上的荣誉 那这次大合照这事是怎么来的 其实这总决赛打得热火朝天 选手们在赛场上那是拼得你死我活 但比赛之余 大家又都是好朋友 这次合照 就是在比赛结束后的一个轻松时刻拍的 大家都带着比赛后的那种兴奋和快乐 聚在一起留下这难忘的瞬间 这可不仅仅是一张照片 它是选手们这段热血拼搏时光的见证 是他们青春岁月里的闪光点 再说说这照片里的故事 一开始 大家可能都还有点拘谨 毕竟刚从紧张的比赛氛围里出来 但是没一会儿 就像是打开了欢乐的开关 孙颖莎站在C位那时实至名归 这姑娘这几年在赛场上那表现 就像开了挂一样 一路过关斩江 实力强的没话说 她站在那 自信满满 那笑容就像阳光一样灿烂 感觉都能把周围的空气都照亮了 然后就是王楚钦那妖娆的姿势 这小伙儿 平时在赛场上那时霸气十足 没想到拍照的时候 这么会玩 她那姿势就像是在走秀一样 逗得周围的人哈哈大笑 旁边的王曼玉 本来就是个有点腼腆的姑娘 这一下被大家的欢乐氛围感染 又有点害羞 脸蛋红扑扑的 就像个熟透的苹果 真是可爱极了 其他选手们也都各有各的表情和动作 每个人都在这张照片里 留下了最真实的自己 其实 这张照片背后的真相 就是这些年轻选手们的纯真和快乐 他们在赛场上是对手 在场下那就是一起追梦的小伙伴 他们有着共同的目标 就是把乒乓球这项运动的魅力展现给全世界 对于咱们这些球迷来说 看到这张照片 就像是看到了自己的青春一样 咱们看着他们在赛场上拼搏 就像看到了自己为了梦想努力的样子 这照片一出来 网上可就炸锅了 网友们那评论 就像雪花一样飞来 有的说 孙颖杀这 C位太稳了 咱杀宝就是棒 有的调侃王楚清 这姿势是要进军娱乐圈了 还有网友心疼王曼玉的害羞 小鱼太可爱了 别害羞 大家都在这张照片里 找到了快乐和感动 从这事 咱也能看出点门道 这些年轻选手们 他们在追逐梦想的道路上 不仅有汗水和泪水 还有这样欢乐的时刻 这就告诉我们生活不只有竞争和压力 还有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的快乐 咱们在自己的生活里 也得像他们一样 在努力奋斗的同时 别忘了享受那些美好的瞬间 而且 这些选手们用他们的青春和活力 向全世界展示了中国乒乓的魅力 也让咱们感受到了体育的力量 这力量能跨越国界 把大家的心都连在一起 多棒 在本次赛事中 比赛采用了五局三胜的规则 而在半决赛和决赛中则变为七局四胜 本次比赛的男单和女单冠军积分为1500分 亚军积分为1050分 四强积分为525分 八强积分为265分 16强积分为100分 这次的双打比赛 冠军获得了1500分 亚军则是1050分 从积分的角度来看 还是相当可观的 这次的男子单打比赛 很可能会引起积分榜的重大变化 尤其涉及到榜一和榜二的位置 林诗栋与王楚清相差不大 一场比赛的冠军可能使林诗栋升至世界第一 如果王楚清不能证明自己的实力 他可能正面临不稳定的局面 他的实力无庸置疑 只是需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 保持稳定的状态 让我们再了解一下中国乒乓球男子单打的选手名单 首先是王楚清 林诗栋 梁静坤 接着是林高远 在男双项目中 有向彭源立层和林高远林诗栋两队组合 中国队在女子单打项目 派出孙颖莎 王曼玉 王毅迪 陈信彤和钱天一参赛 女双组合是由钱天一和陈信彤 以及孙颖莎和王毅迪 在男单项目中 有来自各方面的选手 例如大小乐布伦 雨果 张本志和 莫雷加德 卡尔伯格和杜达等 在此次女单项目中 我们可以看到早田希娜 张本美和 大腾沙月 伊藤美成等人 值得一提的是 早田希娜也已经连续缺席了好几站的比赛 从11月20日开始 将举行各种赛事的赛程 20日和21日是单打18决赛和双打14决赛 以男子和女子分别区分 接下来是男女单打14决赛和双打半决赛 比赛将于22日举行 23日将会进行半决赛和决赛 分别涉及男女单打和双打比赛 在亚锦赛和法国冠军赛结束后 国拼的表现并不令人满意 这使得国内的情绪愈加低落 急需一场重要比赛来重新树立信心 最近的一场重要比赛是11月3日举行的德国冠军赛 王楚清和王曼玉作为队伍的核心成员参加了这场比赛 不过这场赛事并没有所有主力选手齐全 胜负难以预测 无论输赢都很难平复国内的情绪 只有11月20日在日本福岗举行的总决赛最受瞩目 且规模空前庞大 仅次于奥林匹克运动会的盛事 在这场比赛中 中国乒乓球队也派出了全部主力力求提升自己的排名 包括大家最盼望的马龙 樊振东 陈梦等人都会参加比赛 此次赛事只涉及4个项目 男子单打 女子单打 男子双打 女子双打 这项比赛的参赛条件十分严格 只有单打前16名的选手和男女双打世界排名前8的队伍才能参与 这也意味着此次无论是中国乒乓球队还是外部合作队伍 都会派出最强阵容参赛 此次比赛同样会展现出庞大的规模 并且将会是一场视觉的盛况 无论是对参赛者还是观众来说 这都是一场令人紧张和兴奋的盛事 只有通过这样的比赛 只有国拼取得佳绩才能洗刷之前的耻辱 消除国内的消极情绪 遏制众人的非议 王楚清不仅会参加日本福岗的总决赛 还将带领队伍出战即将举行的德国冠军赛 但这两场比赛的紧密安排 可能会对他的状态产生影响 在以往的比赛里 王楚清经常意外被淘汰 实际上这并不能完全归咎于他 那时比赛安排非常紧凑 旅途奔波导致身体疲惫 而且还在对方的主场进行比赛 无论是压力还是疲劳 都难以承受 幸好经过了一段法国冠军赛的休息 这次应该会精神焕发 状态良好 能够充分展现世界第一的实力 林诗栋作为目前重点培养的年轻选手 不论是大赛还是小赛事 都将被安排参赛 锻炼自身的认知 积累比赛精力 提高技能水准 从近期的比赛中可以看出 林诗栋在心理素质和技术水平上 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先有意外淘汰的情况 这表明林诗栋不仅表现稳健 实力雄厚 还有成为难拼樊振东接班人的前置 希望他的后续比赛成技能不断提升 林高远和梁敬坤 作为少数几位实力突出的老江 尤其是在近期的比赛中表现 确实让很多人望尘莫及 林高远在比赛中经验丰富 能够承受压力 每局都能发挥出自己的实战水平 梁敬坤的能力始终保持在高水平 但他的表现时长起伏不定 在状态最佳时 他能与梵振东激烈对抗 而在状态不佳时 又常常意外被淘汰 每当观众观看梁敬坤的比赛时 都会感到非常紧张 不清楚他的竞技状态如何 女 Singles 陈梦 孙颖莎 王曼玉 王毅迪 陈信彤 大家期待了很久的陈梦 终于要回归了 作为乒乓球界的女王 她不仅实力强大 性格也十分令人喜爱 可惜一直受到网络暴力的困扰 但在巴黎奥运会期间 克服了内心的阴影 由此可见巴黎奥运对陈梦来说 在实现了自己梦想的 也提升了自己的思想 这正是陈梦最重要的成就 孙颖莎是备受瞩目 支持生最强烈的运动员 她在此前的全国锦标赛中受了伤 因此缺席了接下来的比赛 然而在休息的时候 既没有放松 还参与了王楠的家庭聚会 并且在总局的演讲比赛中 获得了第二名的好成绩 显然她总是在不断付出 因此大家才如此喜爱她 这次孙颖莎的伤势 应该已经改善 开始重新投入比赛 期待她在赛场上的表现 在全锦赛开赛之前 王曼玉因家庭原因退赛 而她与孙颖莎的缺席 也直接影响了 女子乒乓球队的表现 在之前的几场比赛中 女拼在主力球员缺席的情况下 未能取得理想的成绩 不过这并不会有影响 这次王曼玉的回 归将会弥补之前的缺憾 王毅迪和陈信彤的实力 非常出众 最近几场比赛 显示出她们状态极佳 几乎没有出现失误 只是对于外邪的优秀选手 有些感到力不从心 但这并不影响她们的状态 她们在每场比赛中 都会尽力做到最好 努力减少失误 这次的比赛 将延续她们的状态 继续在厂商努力奋战